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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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梦 阴绕在你我心中 它盖住了所有的痛 那一眼 高傲的天空 我们一路走来不该初衷 那一个梦 注定了我们相逢 它温暖了彼此双眸 听一听 雪夜的大海 我们头顶苍穹 轻易更浓 什么都可以没有 却不能没有梦 什么都可以没有 却不能没有英雄 啊 风雨过后 归途如何 爱着的心 就这样为你挑 啊 风雨过后 归途如何 爱着的心 就为你挑动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刚几点呢 都包上糖纸装上盒了 报告上长 现在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 凌晨一点二分 都忙了几天了 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多睡一会儿 睡一个小时 忘了 喝水打 上去你去一下 两点半起码 那个 大家都睡会儿 睡会儿啊 好好好 今天 老鹤坐 先头部队不是九点出发吗 计划有变 没变 老鹤 找我什么事 你可别告诉我 不让我带先头部队了 我操练两年 就冲这个上了 人员安排 是驻港部队往军区报 军区劈下来的 变不了 老鹤 我要跟你谈的呢 是另外一件事情 说吧 我听着 老鹤 你在部队也这么些年了 有些事情不说你也知道 部队马上就要集合出发了 我就简单的说吧 我以前跟你说过 司令部有个考虑 想叫你到作讯处当处长 过渡一下 然后呢 顶周副参谋长的位置 没错 这话说过 怎么 是组织上正式谈话 是组织上的正式谈话 不过呢 情况有些变化 组织上决定 叫你到国防大学 当教员 当教员 要我离开驻港部队 要我挂温直前 老鹤 你别激动 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犯什么错误了 杨主 我给猪广队丢什么脸了 我泼着命洒进的血 给猪广队培养这么多的战末 我和志愿哪一点扛不过别人了 要猪广队开提啊 老鹤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调你到国防大学 不是驻港部队的意思 是总部首长点个价 我们也不想放啊 但军队的规矩 你也不是不知道 当然了 我们也有一些考虑 驻港部队 是一支新型的部队 这支部队 要想迅速成长起来 就要培养更多的年轻干部 让他们迅速上到领导岗位上来 你是个老作训吗 在这个级别上 比你资格更老的 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你想 你在这个位置上 谁还能上 谁到作训处 高飞 我们准备调他到作训处 当副处长 重点培养他 老鹤 需要我表态 你在这批年轻军官面前 是一座丰碑 你在那儿 他们迈不过去 你太低估他们了 他们的腿比我们长 眼光比我们远 气魄比我们大 他们得建立自己的封闭 别的不说了 我副中组织调动 什么时候领队 今天下午六点半 你带先头部队上车 二十二点二十五分 进行中英防务事务的交界仪式 休息一下以后呢 你返回深圳 向干部出数值 然后到国防大学报到 老鹤 有什么要求 你可以提出来 组织上会尽量考虑他 石涛上艇的事 驻港部队党委 专门开会研究 批准石涛 以陆军军官的身份 上顺德艇 随顺德艇行动 还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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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人员 不然可以到达到 副司令同志 祝香港部队先頭部队 准备完毕 请指示 队长何志远 出发 是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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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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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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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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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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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把握住的 我真不知道 生活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里面 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们都要经历 只有这一点 我们是不能选择 梁博 他会不断地丢失他的东西 他会不断地丢失他的东西 等他老了以后 他又会原路返回 去寻找他曾经丢失过的东西 梁博不单只帮你买下海的公司 他还帮你买下 在香港在香港很多抛出来的地坏 你还记得九年前 我在屏东山上面跟你说过的话吗 我对你说过 我做树干 你做枫叶 我也说过 我不要走出你了 枫叶明天都要忘了 我记得 我还跟你说过来 我叫你等着我 但现在这就换你了 家宜 让我等着你了 陈寅 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包括你 投资时宝 我心里面很感动 只是 我再也做不回 一直受你呵护 受你保护的家义 对不起 陈寅 我要走了 我来送你吧 不用 还是我送你吧 先去昂川州军 然后 我们再去接场 走吧 我就好了 closer 小粉 把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金桃薇 到 我看出来了 这里边一大半是你红衣的 你想干什么 要搞那个宋战友那一套 你把人家弄回去 金桃薇 送给我的 不 请首长为我签个名 签名 签名干什么 我又不是明星 在我眼里您就是明星 是吗 行 我就给你签一个 鼓励鼓励你 是 我还真成明星了 我还真成明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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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件事情得拜托你 爸 我走了以后 家里替我张罗张罗 要是冷战打下去了 男征工作的事 小罗浩治病的事 你得替我通报通报 我好知道 男征走的时候 你怎么没说什么 那天晚上本来有个机会 让我给放弃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就出港了 面都没见上 你啊 你是个从来不犹豫的人 怎么能犯这么大错 我太亏男征了 亏了这么多年 亏得我自己都没有信心 还能不能补回来 想想也是 男征他有追求 本来就不是笼子里的 鸟 那就离了 放他飞去 好歹夫妻一场 以后交个朋友 小罗浩不管跟他还是跟我 那都是我的女儿 对吧 你倒想得开 你把事情都做成这样了 我还能说什么 放心吧 我会照顾他娘的 到了北京 我给你们来电话 检查你们的工作 以后你们进国防大学学习 一定找我 大卫啊 你只有一个大本 比他们都少学几年 争取补上这课 嗯 我也想 人在基层 哪有机会 什么叫机会 让人堵得大都河边 是不是机会 三发炮弹 对付自己一个师团 是不是机会 红一连连是怎么学的 这边找高飞 那边找我 到时候立两边茅台 往死里伏化我 就行了 是 小罗 光他记住不成 你得帮他记住 到时候你还得 敲打敲打他 这有我什么事啊 哎 那有我什么事啊 你是他教父啊 不 是红一连的前辈 但是有你的事儿 前辈也要 后辈也要 没有后辈 要前辈干什么呀 以后谁来当前辈啊 哪来的后辈啊 投准机会 往前靠靠 靠出点成绩来 组长 你这是欺负我 哎 你都帮我说话 你看你看你看 知道早有年了吗 共同欺负前辈 是 苏青 教导团里 我和你说话最少 我说过 这些人当中 我最放心的是你 其实我说的不对 我最不放心的是你 组长 但是我知道 你又是能够让我最放心的 因为你比别人 都能够承受 组长 好了 别的话不说了 以后到北京来看过你 我一定 凯亭的鞋呢 放车上吧 记住啊 有时间 看看你南真嫂子 和小红好 请不吝点赞 坐在家里 因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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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